画家杨永福为2016年园林国际交流展来暖身 特别邀请了十多位的画家到园林来艺术写身 希望借此提升民众对艺文的兴趣 同时带动园林的观光发展 而这十几个人特地带着家人从台北南下 第一站就走访了台西渔港 虽然说天气不尽理想 不过很多人都是首次拜访台西 看到渔船还有竹筏都觉得很新奇 也大力的赞叹沿海的风景 为了准备今年的云林国际交流展 十几位台北的画家特地包中型游览车 从台北下来云林沿台写身 同一站就选在台西渔港 那这次由参展的画家杨永福老师特别邀请 达官画会有十几位的画家 然后来为我们云林来做文旅的活动 这样子做写身 然后希望可以说借由这次的活动 能够带动一些民众能够对这个艺术艺文 可以更有兴趣 台西就是沿海这一带 就从台南七谷 然后嘉义的布袋一直到这里来 这里的秋冬的景色非常迷人 有那销色然后那种灰尘的色调很丰富 所以我们就找这个时间过来 虽然沿海天气不太稳定 一下出大太阳一下刮起海风 不过并未影响到作画的心情 画家们兴奋地表示 第一次探访台西也是头一次看到船法 让他们感觉特别新奇 因为那个景很漂亮 因为不同嘛 那个景色为什么有很自然的 我们平常的话在台北找不到这样自然的风景 所以说偷地来这边画画的 这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淳朴的一个渔村 是我们在台北看不到这样的 那这边有一些科农的竹法 也是我们在台北看不到 是这里特有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所以觉得来到这边很不错 风大的话就画架会比较难固定 这个都不是问题 最主要是这个船我第一次看到 我在北部好像没有看过这种船 所以很新鲜 我们下一站是去北港 然后再来我们会再继续办其他的活动这样子 那我们在4月25号开始 我们也在文化中心有展览的活动 那希望各位民众可以一起来参与 对渔民来说 这是每天都看得到的风景 没有特别的感触 不过对台北人来说 却是非常珍贵的画面 所以他们透过画笔跟色彩 嫉妒这片美景 同时行销台西 要让更多不曾来过的民众 都能欣赏到台西的风华 记者有相片云林采访报道 是非常珍贵的 是非常珍贵的